官员长 五百亿来算 他追加的金额是相当于总经费的四分之一 从预算叫借每次大概两千七百多亿 两千七百多亿 那也有五分之一 是 对不对 追加的预算这么高 延长的实现这么长 本席认为问题出在哪里很重要 以本席的立场拖越久越好 因为本席是反核的 但是问题不在 他拖多久 问题在他拖这么久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市设核安非常重要 主委掌握到了吗 我想不能征用委员咨询的时间太多 不过很简单的来讲的话 就是 真的只是因为物料上涨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这是经费的部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延期的部分 不过也跟延期相关联动吧 有多少关联 说实话 报告委员 我不是那么清楚 不知道嘛 可是延期的部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几个主要的包商 都是 民间专业的包商 没有办法继续配合 在谈合约再重新检讨的这个部分还没有谈完 那有一部分是这样 那有一部分是根本就解约了 那解约之后 所以未来还能够找到吗 找到新的吗 现在都已经都解决了 这些问题陆陆续续都解决了 但是跟主要的合约商 就是所谓的基因 我看主委还是讲得很空泛 而且你回避了一个很重要的 我想没有很空泛啦 延期这么久的时候 现有购置的零件跟配备 延那么久 品质会不会堪率 你们有没有对他们提出警告 是有 有嘛 而且我们也有在监督机场 但是台电好像很麻木 对不对 所以主委 你们的调查小组成立了没有 我们有两个专案小组 这件事情有两个专案小组 是针对这个延期吗 针对这个延期跟针对 不是 我们有第一个专案小组 你们有在专案小组有在研议吗 有在调查吗 因为延期的部分不是我们主管的啦 所以我们只是针对安全的部分 本席认为不要故步直播 不要自我设限 不是啊 我们有一个专案小组 你没有去追究 如果它是一个黑巷子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你主管 延期的部分 不要把它只当作是一个时效的问题 丢给经济部 报告委员 延期这么久是有蹊跷 我们驻场的专案小组 对于委员所关心的一些延期相关的一些问题 是很清楚 那我们不需要针对是不是延期去调查 但是我们会针对它的 延期背后的原因 有没有涉及未来建造品质跟核安 那你在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担心 所以啊 所以延期有没有联动的这个部分 你就不要自我设限好不好 是 了解本席的意思 我了解 另外主委 你刚刚提到了住场的专案小组 我看他们的微信没有建立 我对于啊 他们的权威没有建立 导致于说核能的安全 我也有疑虑 本席告诉你哦 你们的核安目标其实是跳票 对不对 你们的目标是一年核市场建造的时候 一年的事件不能够高于五件嘛 你们的年度目标是一年不要高于五件嘛 连续五年都达不到目标 九十三年七件 九十四年九件 九十五年十二件 九十六年十四件 九十七年十三件 整体来讲是地争哦 整体来讲是地争哦 那而且本席下去看的结果 主委 同样的错误会一犯再犯 当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的时候 那就是你们权威没有建立嘛 你看公安事件发生 或者是相关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没有在两小时内通报 这个九十七年发生过 九十八年照样发生 不断的发生 而且这一些事件包括的项目 有一些听起来是非常严重哦 有的是用畏惧资格的人员作业 这个严不严重 这个叫做四级 然后还有用未检验的材料 没有去检验材料品质 材料的品质也很严重啊 所以是三级的违规啊 那还有使用来源不明的材料 这个严不严重 这也很严重啊 还有什么未依规定 定定适当之施工后测试验证 就是施工后要测试验证 不但没有验证 连定定验证办法都没定定 这也很严重吧 还有什么样呢 还有为何定就先施工 怎么办 事后还修改日期 伪造耶 严不严重 可是像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们的分级却才第三级 另外是有公安死亡 规定两小时内要通办 也都没有 这些听起来都很耸动哦 没有检查材料的品质 还用不明的材料 来源不明的材料 还用没有具资格的人去操作 事后还没有定定施工后验证程序 然后呢 还可以更改日期 假照资料 而且这个更改日期 我看你们的这个 这个报告 你们说 本来我安装作业程序 谁做的就谁负责记录嘛 所以这个事情很好查 你当然是去查实际施工的那个人 说你为什么要违照对不对 结果他告诉你说 我没有 换句话说 是闲杂人等或者是上级长官 可以去偷偷的修改 最后你们的调查报告说 是由非执行该项检查之其他人 禁于修改 本期告诉你哦 这个修改报告会怎样 涉及分级 如果说我同时有三个违规 或者是三个项目违规 我会从第三级变成第二级 或者是从第四级登录变成第三级 但是我如果修改这个日期以后 我把它分散开来以后 我就只是第四级违规 它的违规的级数会低一点 那当北析看到说 你们的核安的检疫 核安事故的发生次数 年年跳票都达不到目标值 连续五年达不到目标值 这个当然有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不去追究 我们就看你们整个园能会 整个的这个体系 你们的微信没有建立啊 没吹下去啊 吹没案啊 所以年年跳票 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你们定定这个五次事件 的目标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还年年都升高 从七次提升到十四次十三次 那就表示现场专案小组有问题 跟委员报告 委员引用的那些数据啊 五次也好 这个这个这个 九次十二次也好 那些那些指的是 现在运转中的电厂 那刚委员举例的那些违规 那些例子是隔市场的部分啦 所以是两个是不太一样 不过我想我想就可能安全来讲 这个都是性质是类似的 都是我们重视的 一年五次是你的整体目标嘛 是 对不对 核市场占的比重这么重嘛 然后你不管是不是在核市 或者是你全年的目标没有达到 这是一个事实嘛 所以你那样区分有什么意义 核市场很重要 整体一年五次的年度目标没达到 一样重要啊 是不是 对一样重要 所以这意思就是显示说 我们的核安的管制 其实还有待加强 因为年度目标连续五年都跳票 都没有达成 还有主委 我们一直在加强 本席希望主委好好下去检视你们的分级 你们的分级本席认为不够细腻 譬如说以我举一个例子 97年的第八件跟98年的第一件 我们来看的话 98年的第一件呢 是核市工程没有一程序书的规定 管制动火作业 动火作业没有一堂的规定 这个呢 在分级上是属于第四级的违规 可是核市工程焊接作业 由畏惧资格的人员执行 并使用来源不明的汉财 而且卫一程序书的管制动火 他犯了三个错 跟刚刚犯一个 这个卫一规定管制动火作业 同样都第四级 同样都第四级 你的分级有问题啊 你的分级这么有问题啊 重新检视好不好 是 我会重新检视 我们认为非常严重的事情 还去修改 还去修改他的检验的日期资料 还去围造 最后有没有办到人 有没有抓出来 没有吗 抓不到人嘛 非执行人员可以任意去修改 诶 长官偷偷的下去改一改 可以诶 可以非执行人员随随便便去改 改了以后呢 还查不到谁犯的错 还没有办法 还有主委 我们除了开违规之外 其实每一个个别的Case都有去追踪 有去追踪吗 去追踪要求他们改善 没有啊 就一犯再犯 因为是人事上的问题啊 所以一犯败犯 台电跟这个经济负责 不过我想我们是一直在加强 不过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台电要自我管制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半年前 你看看他这种违规的行为违法乱纪啊 可是可是可是从我们从我们半年前 还为何定先施工事后再改日期 可是可是可是我想我想委员可以看到 从我们半年前执行开始到现在 这个Case已经大幅的减少了 我想委员所讲的大概都是比较早期的 今年的Case是地增哦 主委你的资料有问题哦 回去好好注意哦 陈处长 好今年的Case是地增哦 主委另外哦 为什么台电的罚金你却没有把它列入税入 这个部分 有没有人注意到 那个会计是不是应该 这个合适的罚金 应该是有在 罚金不列入税入 有啊应该是有 我们有预定多少 好像是一百万的罚金 四次罚金的数字哦 这个是很具体的数字哦 应该是有 是啊是具体的哦 具体的次数 次数98年罚70万 这个都没有列进来 97年的460万 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些罚金有列入税入 好我们省预算的时候要好好试试 我相信是有 本席担心的是 我们可以提供资料给委员 本席担心的是第一个 你现场的小组没有树立权威 所以他们一犯再犯 也导致呢 也导致你每一年的年度目标都达不到 其实主委 每一年年度目标达不到很难看 我自己当过 当过政务官 是 我们的研考会是每个礼拜 在市政会议的时候都亮出资料的 是 然后每一年都跳票 确实这个之前研考会也在追究 非常难看多耶 所以主委要怎么改进 所以你如何的追踪现场人员 这个台电那个部分 对于疏失的管理 有没有办法自我改善 他没有办法自我改善的时候 你们现场的权威 如果又没有办法建立的时候 你们拿出来的报告 又有可能出现过造假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相信 好不好 主委 和安的问题还是本期最重视的 谢谢 那这个部分 本期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力的 把它做到最好 谢谢委员 好 谢谢两位请回